各位大家好 我們今天呢就是來跟大家全民來拼這個宅經濟 也就是說其實大家很多東西其實二手的啊 或者是說你找到比較什麼特殊的商品 你都可以來這個攝影 然後PO上網來賣 那麼基本上這個投資不是很多 那麼最起碼大家可以分享 甚至是交換東西 那麼單眼相機是有它必要存在性 因為它可以拍出它比較能夠凸顯商品 然後它很多設定的值你可以去變換 那麼單眼相機呢其實也就是主要是 要掌握三個大要素 一個是感光度 一個是快能 那麼再來另外一個就是光圈 簡單的說呢 好我們譬如說我們現在用的這個是這個Canon的50D 那麼然後這邊有一顆鏡頭 那它就是說它的鏡頭 跟這個機身兩個東西 我先拆卸給你們看 它當然鏡頭是有個蓋子 那麼一般來說的話 拆卸的話這邊是按這個 然後按這個東西 然後就先把它拆下來 那等一下要回去的時候 它鏡頭有的是白點對白點 它有的是紅點 那你就要對著紅點 然後你再這樣對上去 然後再把它轉起來 它就逗上去了 OK 那麼你當然要注意就是說這個蓋子要蓋起來 一般相機跟鏡頭來的時候 那麼鏡頭它通常這個地方會有一個就是保護蓋 這邊有一個保護蓋 OK 那我先講 要小心不要噴到口水 我先講鏡頭部分 各位你們看一下鏡頭這個是 這個東西就叫膠段 就是說你要拉遠拉近這很簡單 那麼這另外有一個東西叫光圈 光圈的話就是說 其實光圈簡單說的話 就是說你要讓它的光進來多少 那麼進來多的時候呢 是光圈開始比較大的時候 它的數值是反而是比較 怎麼樣比較小 也就是說光圈大的時候 進來的光會比較多 然後它的數值是比較小 也就是說你如果光圈是設在2點多 2點84啊 這個時候它其實進來的光是比較多的喔 也就是光圈這個圈圈開得比較大 所以進來的光就比較多 沒錯吧 對 那麼反就是反過來也是 如果說光圈呢 它比較小的時候 也就是說它的這個 它的光圈就是比較小的時候 進來的怎麼樣 光也就是說沒有那麼多 所以你會記錄到比較多的細節 是這樣子 ok 好 那麼我現在把它逗回去 我們 喔剛剛講了 三要素是哪三要素 光圈 快門 感光度 我現在講感光度 感光度的話 它是這個裡面 我們現在是看不到 它有一個感光的元件 那麼以前的那個相機呢 基本上它是 以前的相機是用底片嘛 它就是等於是說底片它會去感應光 現在的話就是有一個感光元件 那麼就是數據就是電子化了 這個東西 然後它會去感感受那個光 然後就記錄起來這樣子 好那我現在把它逗回去好不好 白點對白點嘛 你在看得到嗎 好嗎 OK嗎 白點對白點 好把它轉回去 OK 那當然我們 喔這個上面有一個東西 這個是 這個叫觸發器 我跟大家講 這個是用棚燈的時候 要用的 但是那個以後 我再跟你們講棚燈的部分 那個現在我們先不用 我就把它放在旁邊 好不好 那麼 咖啡散出來 沒關係這張紙已經很髒了 好不好 這個是攝影師 可能丟到地上的被被踩到 以後請他們那個 不要浪費值好不好 然後 我們現在就是說 嗯要開機嘛 開機的話這個就是說 開到on的部分 開到on的部分 那這一台的話 它會自動去清潔那個鏡頭 那如果說你要去調數值什麼的 你就必須要再調到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是可以調節的一個位置 就這個地方 不然你一般就是on 就到這個地方 你看這個 這個上面有三個數字 這三個數字很重要 這個叫做快門 這快門是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 的意思 好 然後這個是光圈 光圈的話是五的話 它進來的光是很多的 但是如果是十幾的話呢 它進來的光 反而是光圈是小的 OK 你們仔細稍微去動動通 反正影片你們可以看很多次 再來是ISO ISO的話就是感光度 OK 那你要調整這三個怎麼調整呢 我現在教你 調快門的時候就用這個 看到沒 它有沒有在動 現在是八十分之一秒 八十分之一秒是慢的意思 那麼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 是快的意思 以此類推 那如果說是外面晴天的話 那你就快門就是要 啪啪 要快一點 不然光會進來太多 就是三百二十分之一秒 有時候常常是這樣 那麼你要調光圈的時候 是用這一個輪盤 你看 因為這個是鎖住 所以我要開到這地方 這個時候光圈又可以變了 看到沒 十六分之一秒 有沒有 不是十六分之一秒 就是光圈 光圈值是比如說10 用這個去改變它 好 再來一個就是感光度 感光度的話要改變的話 要這樣按這個ISO這個鈕 這邊有一個ISO 然後這個時候呢 去轉這個這一顆 它就可以改過感光度 好 那有時候陰天的時候什麼 我們感光度就是要高一點 感光度越高的話呢 它就越可以去 就是 就是把按的變成亮了 因為它感光度高 可以感覺到比較多的光 OK 好 那麼我來做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馬上示範的 你看這個杯子 像這種情況的話 就是我們上面有 其實也就是日光燈 那既然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棚燈的情況下的話 其實你在日光燈裡面 這個到Photoshop 你都可以調 好比說我們來拍這個 假設這張紙是很白的很漂亮 就是說很乾淨的 我現在運用這一塊好了 因為這邊已經被我弄髒了 所以用這個地方是比較白的 那我要拍這個的時候 以現在我目前的經驗的話 我會因為我沒有腳架嘛 我會把快門大概弄到100 因為1%的話 你稍微抖動都還沒有關係 那麼光圈的話 我就會開大一點 因為是日光燈嘛 那光圈我會開大一點的話 數值就是比較小的意思 剛不曉得按ISO 就直接調動這個 我會用盡量小一點 像譬如說 4好了 差不多 那現在這個ISO 有沒有就是這個 ISO是400 我們來看看結果是什麼 好 記住你要拍的時候 譬如說 我要拍到這個杯子這樣的時候 你就是說 你記住喔 你的腰一定要挺直 不然 你這樣彎腰長這樣子的時候 你的腰到時候 脊椎就是會受損 好 我來拍給大家看 好 現在目前看到的情況是這樣 這個感覺有還不錯 還不錯 清楚嗎 可以很清楚對不對 好 如果呢 我要讓它更白淨的話 我會怎麼做呢 我會 我會試圖把光圈 再關小一點 我為什麼要關小呢 你看數字變大對不對 因為它這樣可以紀錄比較多細節 對 那一般網拍上面需要用到的 這個解析度不是很高 所以 我會把 這個 ISO再調高一點 ISO去調高一點 但ISO調高的時候 它粒子就會變粗就是 你記住 你記住 就是ISO調高的時候 它粒子會變比較粗一點 OK 但是網路上是OK的 可以用 因為它這樣看起來會比較乾淨 好 我來試試看 齁 這樣子 這樣感覺還不錯 就是細節會記錄比較多 那我這邊按放大 你可以看 這是play 放大 就是細節還蠻清楚的 只是其實你把它真的放到很大的時候 它就是會變 你看這邊就有點粗粗的 我讓這顆位已經看得出來 看不出來 但今天呢 我給大家分享到這邊 就是拍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但譬如說 我如果要再拍一個更完 更乾淨一點的畫面的話 那很簡單嘛 那你可以把那個ISO再調高一點點 譬如說我調到1000好了 好 好 這樣就是都乾淨多了 看到沒有 這一張 跟剛剛那一張 就有一點點差距 這樣就是很乾淨 很白的 很白的 然後其實基本上 這個杯子 你看連水滴什麼都看得到 OK 我以後會跟大家 就是 就是慢慢的分享 然後讓大家就是慢慢的會懂 其實 就是說 災經濟 在什麼歐債亂燒啦 什麼 台灣就是 反正大家就努力嘛 好不好 那我能分享 就給大家分享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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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